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新后续 根据非常多的媒体报道 在航母监狱中是禁止使用面膜 但是杨姆却把早餐提供面包时 一起提供的一次性草莓果酱都收集起来 撕掉自己的T恤,将草莓果酱涂上去后 再浮到脸上 然后杨姆怕做了扩大手术的胸部会下垂 所以在跑步的时候也会用双手抓着 然后也为了不想留下手术痕迹 非常认真的擦膏药 还常常跟室友们炫耀自己的胸部 这女的真的不是神经病吗? 怎么能有这样的混蛋? 直接把她泡在草莓果酱两天三夜吧 法官们都看到了吗? 这种人会珍惜反省吗? 希望能盼下正确的判决 谢谢记者们能这样继续报道 希望能继续爆料那个女的真面目 今天6月10号是乔蒋莹的两岁生日 如果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的话 今天应该会在很多家人们的祝福中 度过一个快乐时间的乔蒋莹 却因为禽兽不如的养父母 将应当要受到祝福的一天 变成了追调的一天 为了小巧音的生日 这两天有很多网友们都去了 位于航空经济道德巧音墓地 为她摆上了洋娃娃饼干饮料 结果那个女的只是在担心自己的皮肤跟胸部 巧音到天国远族已经快8个月了 但是只要听到这个名字 现在也是会心如刀割一样 希望巧音能在没有孤独 没有饥饿的那个地方幸福 也希望踩踏一个小孩子生命的养父母 能受到严重的处罚 希望巧音事件能够一直被报道 这样大家才不会马上忘记 下一个消息是 去年因为被报吸大妈 而接受检方调查的B2B成员陈一润 今天6月10号 韩国法院一审宣判了陈一润两年的有期突袭 并法庭拘留了陈一润 法官表示 有购买后吸大妈 但没有进行盈利行为 而且也是处犯也有在反省 但是次数太多 所以无法避免相应的处罚 被判有期突袭是不是第一次呢 购买了161次 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初犯被判有期突袭到底是吸了多少呢 上诉的话应该会变成缓刑或者是一年左右吧 可能就是因为购买以及吸的刺失太多 所以才会判了有期突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脚踝消失的Nanado 这张是男团Seventeen公开的新专机海报 帅气美丽可爱通通都有 咦 怎么还有个惊悚呢 不存款的脚踝消失了 原来是穿了褐色袜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不小心就会被当成是最悍的twice新曲舞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哪样也太棒了吧 可可 哪样真的是idol 能把这个扭屁股的部分跳得这么好 太厉害了 power idol哪样 那些人都应该被认它 哪些人的 哪些人最后 哪些人都要在这些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